我是怎么搞的 我解锁奇才 由普通商用所改造而成的这个Dunlock 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谜题所 在我两年前第一次接触puzzle的时候 直接把我彻底震撼了 于是很快我就满怀期待的 入手了Dunfieldman之子的设计 Rocky Puzzle 好了这个puzzle其实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买到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玩 今天就来看看它能不能给我带来惊喜 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 目标是打开这个锁 然后把它给复原 重要的是不能用暴力或者用其他工具 这边有个警告 它说里面包含一些非常小的部件 袋子里面有一把锁 对有把钥匙 然后袋子里面就是空的了 里面就没东西了 好吧我猜测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应该可以搞定 我们就正式开始 OK正式开始 先看一下 钥匙就是感觉是比较正常的一把钥匙 给大家看一下这把钥匙 钥匙先不管 我们先看这把锁 这是它这个正面Lucky 然后这边应该是它这个品牌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些划痕 然后边上这边有一个这个六角的这样的一个口子 另外一边有个洞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洞里面是可以看到钥匙的一些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有个洞里面穿着个东西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个钥匙孔了 OK已经有一个细节了 它横向是有柱子 这等你们听声音 对吧 我叫横向移动的时候它是有声音的 把钥匙 钥匙是能插 诶 诶这钥匙能直接转 但我转过来之后 现在整个钥匙是动不了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点点转 不行确实要插到底它才能动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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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等一下 它可以这样动了 看到没 哦 哦 等一下 它一开始卡住了 这个你看我这个拉出来了 这边已经拉出来了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它纹丝不动 是因为这边这根小柱子 同时也卡住了它这个锁 然后当我把这边往 往下面转稍微轻敲一下轻敲一下 OK 小柱子掉下来了 反正掉到这个里面了 啪 它又能动了 但它能动的时候 小柱子掉下来的情况下 前面我们试过了 钥匙插进去是转不了的 诶 等一下 我发现细节了 它动并不是必然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说这边横向有轮柱子了 当我这样子放 一动一下你看 它卡住了 它就动不了 所以我要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拉到最外面 然后往下放下 刚刚听到 噔噔一声 给你们听 听到没 我稍微滑动了一下 然后这时候再把钥匙插进去 它就可以转 再这一转 啪它就可以拉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第一步了 锁稍微打开一点了 那么接下来 等一下 这下就会不会要涉及到这里了 这个里面是有个空间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东西拉上去了 它里面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装置 现在是这根柱子卡住了我的这个东西 就把这个里面被卡住了 然后这一面和这一面不是同一个位置 它的这个设计有点神奇 前两步清除了已经25分钟了 试一下 看这个东西能不能拆 这玩意应该是能拆的 但是它能用这个钥匙拆吗 试试看 我感觉它好像可以拆 没用啊 它叫Loki Puzzle Loki是欺诈之事 我这边有个警告 我觉得这个警告好像很重要 它说里面包含一些非常小的部件 要远离小孩 所以这里面应该有很小的零件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关 我总觉得它应该藏东西 但这里面确实没有 诶 等一下 诶 不是 哇 它竟然藏在这个地方 我是真没想到 诶 真的 它和他爸一样 就之前Dellok的东西也很能藏 那这个就是用来开那个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的 它是要开这个东西 OK 没问题 它是有工具的 不是用钥匙开 是用这个开的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看到没 之前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钥匙转到45度会卡住 对吧 它现在卡住了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看我现在转到一半 转到这个鞋面 它也被卡住 我现在想 是不是在这个锁心上有很多洞 来 我们来看 看这个地方 你看有个洞 看到没 这是有个洞的 然后我继续转的话 我继续转 这个洞里被盖藏 然后这边是 就是这个钥匙的这个口 对 那这个洞是干嘛的呢 Much much later 我来大概画像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几根柱子 首先这个锁完 它应该是有两个地方锁住它了 一个是我们常规的锁性部分 这个锁呢 我们转动钥匙就能解开 而另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面 我们可以通过侧面的洞看进去 锁完是被一个凸起的部分给卡住了的 那这里呢 我之前用那个藏在带子里的六角起试过 这个凸起是有弹簧的 它是可以被按下去的 但是六角起这个细的部分不够长 并按不到底 那再然后当我们把这个锁锁孔朝下的时候呢 通过这洞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凸起这个部分它是会掉下去的 然后转动钥匙会发现锁心这时候也正好被卡住了 所以这里可以分析得出 锁心在初始位置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一个洞的 正好可以让中间这根滑进去 那当它滑进去的时候呢 左边就解锁了 但是锁心会被卡住 而当它没滑进去的时候 右边的锁心的只要插进去钥匙就能解开 但左边又会被卡住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现在有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的核心的现在的观点是 我要让这个 这根东西它能够进去 然后整个可以拿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3号这边有个洞 来我们来看 看这个地方你看有个洞 看到没 这是有个洞的 有没有种可能是如果我这个钥匙 能够拿出来的情况下 能够转动这个让3号对上它 因为现在是3号 当我这样转过来之后 你看 被这钥匙给挡住了 如果能把钥匙拔出来 我看一下这里是不是 哦 再动 看到没 所以这个洞就是被钥匙给挡住了 所以我在想我把钥匙的功能拔出来 这个3号会不会有这边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未知的区域 对吧 这里会不会有东西可以穿过来 可以拿出来 等一下 我最开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你们我拍的那个 它的这个钥匙的锁好像跟我们平常看见的不太一样 对吧 它好像就两个头 里面好像是空的 它这两个头就应该怎么解 对吧 锁的内部结构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就当它这个位置都到这边同一个水平线了 那么它就可以转动了 所以我只要解决这前面这两个就行了 我在想它会不会有两把锁啊 你看这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没 上面有一个很短的一个金属柱 然后下面有一个 但是这才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转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看到 那讲道理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转轴 我最后要能转 是得让其中一根柱子到这儿 另外一根柱子到这儿 它啪它可以转 但现在你看啊 我上面这根柱子这么短 我上面这个柱子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 那它通道里如果只有两根柱子的话 我就需要把上面这根压到最底下才能解锁 但事实上当我们把钥匙插到底的时候 上面这根柱子它下降的距离应该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三根柱子的 当我们把钥匙插进去解锁的时候呢 正好是两上一下钥匙转动 那么除了两上一下以外 这里就应该还有种解法 就是我们让它变成一上两下 钥匙也可以转动 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通道 它的柱子要被下压到多少才能解锁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到可以下压比较多的 这个钥匙的前半段 我们在快速进出的同时呢 尽量的去转动钥匙 转动这个锁心 先解决一个通道 这样当我们解锁一个通道的时候呢 因为锁心的转动它就会被很轻微的卡住 然后我们再去解决另一个通道 对吧 这两个如果都顶到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它应该出不来的吧 我解锁奇才 等一下 我是怎么搞的 我是怎么搞的 但我这小马应该是对的对不对 我怎么太牛逼了 你们看 你看 完全进去了 然后里面有东西 我的天 等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快解开了 你看这个地方 里面是有个柱子的 看到没 还有一根柱子 这根柱子 等一下我知道了 然后我要把这个转到头 再去摁这个 看到没 看到没 解开了 这下肯定解开了 然后再把这个拿出来 搞定 但这个设计好屌 这个钥匙 你看这里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有个弹簧 这边也是有细节的 你看当这个柱子 当这个柱子 你看现在有柱子吧 没柱子的时候 这个钥匙是动不了的 然后当它倒下来 钥匙能动了 钥匙能动的同时 它也弹不回去了 它最多只能缩到这 缩到一半 然后我就需要用这个 就有这个弹簧作用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 这样子按住它 然后 这个先插进去 再我慢慢拔掉 扣上没 没扣上 这个还有点难度 说实话 不是 我这该怎么复原 对它还要复原呢 我还没搞定 现在多久 4分28我还没搞定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它没那么好复原 我得卡着它 哦 哦 我知道它这个设计的恶心 在什么地方了 哇 好恶心 就是 就因为锁侧面这个洞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去压这个弹簧的时候呢 它的两个柱子是错层的 那当我解锁的时候 锁环正好可以压住下面这个弹簧 那这个错层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当我要复原的时候 锁环是根本压不到弹簧的 上面的柱子一拿掉之后 弹簧就上来了 那锁环就完全进不去 哦 哦 我知道了 诶 我傻嘞 对 我可以先这样子 啊 我知道了 我最知道了 好扯 我好扯 这样子它解法是这样子的 哦 可以 我感觉是 那个思考久了 现在脑子有问题了 先给它复原 复原到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不是 就是它这根柱子就完全掉下来 然后这个钥匙卡住 对不对 这个里面也没动 然后我们先把它插进去 先反方向 完全让这个对着插进去 接下来 把它倒过来 看到没 它倒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一转动钥匙 它现在就已经卡上这了 它现在是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我现在就是把它 用这片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移到边上 然后我在这个上面 直接做旋转就行了 对吧 然后我再把这个 你看 我就直接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这个稍微拿出来一点 看到没 给大家看一眼 你看 现在它是被这个挡住的状态 然后你看 我这样去旋转 旋转 OK 现在它已经是解锁状态 我只要旋转到慢慢这样 我这样移动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 OK 就锁上了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给装回去 舒服了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刚才那个方案 就是我要把它往外拉 往外拉 然后 很神奇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 好神奇 这个东西 然后再把它 转回来 OK 这样它把这个 把这个给插回去 等一下 OK 插回去了 好的 然后 然后最后就是 再把这个给拧上 拧上之后 再把这个 哈哈 哇 这个细节 这个一不小心丢我怎么办 再把它藏到 这个里面 OK 再塞进去 好吧 整个 搞定 好的 那视频到这里呢 差不多也要结束了 这些视频有点长 我非常感谢 所有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我还是要不要 来 对 我来 那边 好 我来